2002年4月6号 张国荣应邀出席好朋友上山市那的婚礼宴会 此时的张国荣已经很少出现在这种热闹的场合 宴会的来宾看到张国荣都非常的惊讶 这其中就包括一位他很久没见的老朋友 张曼玉 张国荣和张曼玉在电影《阿非正传》里的合作 至今都给很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婚宴上两个人的偶遇 他们非常默契地避开了人群 选择了附近的一处酒吧去聊聊新事 聊了没几句张国荣突然说的一句话 让张曼玉呆住了 张国荣说了一句 我非常渴望跟你再合作 但可能我已经不够英俊扮演你的爱人 张曼玉非常震惊 他认识的那个张国荣从来都是自信满满的样子 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张曼玉想说一些安慰他的话 想告诉张国荣 你一直都是最棒的 但偏偏就在那个时候 有人找张曼玉拍照 等张曼玉忙完应酬 赶回酒吧的时候 张国荣已经走了 有的时候机缘就差这么一点点 张曼玉的一席话也许不能够改善张国荣的病情 但至少可以帮助这个心情已经落到谷底的人 调整自己的情绪 而时间上的阴差阳错 使得这一天的张国荣又和往常一样 把所有的烦恼藏在心底 匆匆匆离去